各位來賓,大家好,我是智人會的梁文健,是今天活動的詩儀 各位嘉賓,為響應習近平主席,期盼港澳同胞,講好中國故事 澳門智慧人民例證會,在得到觀樂儀基金會的協辦之下 由2019年3月21日至4月11日,在南環觀樂儀基金會畫廊開展醫療、預防、健康、養生、自在輝豪書發展 作為講好中國故事系列活動之二 以宣介預防優先醫療的理念,宣傳健康生活和養生的知識 為講好健康中國故事,宣揚一國兩制以及偉大中國夢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首先我們介紹今日出席的主禮嘉賓 歡迎澳門衛生局李展潤局長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化部曼促成部長 官樂儀基金會,官樂儀主席 人池堂直理會,非安達主席 鏡湖慈善會,劉永成理事長 澳門醫務界聯合總會,陳奕立立會長 鏡湖醫院行政院長吳培娟女士 澳門文化體現代話會,馬躍龍會長 澳門智慧人民立正會吳在拳會長 歡迎各位 現在接下來我們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展彩儀式 主禮嘉賓 麻煩我們禮儀小姐傳一些教权給我們的主禮嘉賓 好,各位嘉賓請看一看鏡頭,拍張大合照 各位看一看鏡頭,謝謝 好的,我們數三聲之後,我們就為書發展展彩 好,我們數三聲之後,我們就為書發展展彩 3、2、1 谢谢各位 请各位主理嘉宾留步拍一张大合照 接着下来有请澳门智慧人民立政会吳在权会长致辞 有请吳会长 专敬的理智园局长 专敬的曼竹城部长 专敬的冠乐宜大律师 专敬的非安达主席 专敬的刘永成理事长 专敬的陈奕立议员 专敬的吴培娟行政院长 专敬的马若龙职司 各位今天出席的传媒界的朋友 各位梁氏亦友 大家下午好 首先在这里请让我代表智慧人民立政会 对各位的来宾、各位的朋友 这个勃勇出林 而且对关乐宜先生和关乐宜的基金会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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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的 他在社会里面有广泛的知名度 以及对社会是一个很有重要的影响力 尤其正于在法律专专专方面 他长期关心和支持澳门社会各方面的民生事业等等发展 包括慈善、青年人才的培養、醫療事業等 以及更重要的是熱心地推動了多元文化的藝術等 是一位值得我們尊敬、尊重、賢達的好朋友 智慧人民黎政會為響應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 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11月12日會見香港和澳門 各界為慶祝國家改革40周年訪問團的時候提出 希望我們大家講好當代的中國故事 故此我們會和我本人將秉持著在今年陸續地 將會舉辦這場是系列第二的 將會舉辦有六場的講好中國故事系列的書發展 大家都知道健康是每一個人的良好願望 而事實上中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在1981年67.8歲 上升到2017年的76.7歲 在近這40年來提高了將近10歲 同時在2017年澳門的居民出生時期的壽命上升至84.6歲 是在世界裏面居第四位 這些等等都凸顯了我們國家和澳門的醫療衛生方面 是不斷進步 而且是幫助了同胞 幫助了市民大眾 是不斷地提升了這個健康的水平 這些等等都是值得我們一定的 值得我們肯定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澳門的醫療衛生事業長足發展 在特區政府的高度重視市民的健康 奉行這個預防優先可善的醫療這個理念 注重資源有效的投入 軟件和硬件配套等等 以及這個制度的建設 積極推動到這個醫療衛生發展 是物不可分 一個方面 醫療福利是覆蓋了 覆蓋面是極趕 另一個方面 是用兩級就診制度來增加這個體病的靈活性 構建覆蓋全面的公共醫療這個安全網 以及不斷地調整施政推動公私醫療的進步 向前為市民的健康等等 故此 智慧人民例政會 今次舉辦這個醫療預防健康養生 自在輝豪的書發展 除了宣介預防優先這個醫療理念之外 宣傳這個健康生活和養生 關鍵是意識 關鍵是提高市民對這方面的意識的問題 而且是為了講好這個中國故事 必然要講好這個健康的中國 和澳門的健康故事 適宜 而且宣揚一國兩制 貢獻智慧人民例政會這個宗旨 為自己貢獻一分力量 最後在這裡讓我再次代表智人會 對今次 觀樂儀先生和基金會 以至各位主席嘉賓 各位朋友 傳媒界等等 鼎力的支持 表示一次最衷心的感謝 尤其是 在我這個書發寫出來之後 有朋友即時 就叫我 你送一幅給我 或者讓一幅給我 觸發了我有一點的思維 我覺得 我們做了做事 是應該考慮全面 公益 大家要做 因此我不介意 騷擾大家 我在這裡寫了一張紅色的 就說 如果在座每一位 不介意我打擾大家 是有喜歡的 可以隨便點我一張 底價是一千元 底價是一千元 可以多些 而我這筆善款 這筆善款 將會用來給仁慈堂 作為一個公益的事業 騷擾大家 這是突然間的 是不好意思的 多謝大家 多謝吳會長的支持 有請吳會長留步 本會棟為了答謝 觀樂儀基金會的支持 智人會將會贈送 健康寶典字畫 與觀樂儀基金會作為答謝 有請澳門智慧人民例證會 吳在權會長 這一張是說什麼呢 是書法界的前輩 陳仲昇教授 他為了人的健康 他作了一個健康寶典的內涵 我覺得 今次要講健康 以及要講醫療等等 養生之後 這幅畫 這幅字 是我去年寫了 我很喜歡 很喜歡 但我覺得 多謝觀樂儀基金會 給澳門人 一個這麼大的奉獻 所以這些小小的心意 是我拿這幅 我很喜歡 很喜愛的 用來送給觀樂儀基金會 但暫時這幾天 展期到11號 展期到11號 仍然放在這裏 公市民參加 好吧 多謝你 多謝 吳會長和官主席 接著下來由我們吳會長 帶領一班主禮嘉賓參觀 再次多謝各位的來臨 多謝各位 感謝先生 在這裏我現在剛好接到我的拍檔 陈明金先生,立法会议员和我都是前任的 现在的行政委员,陈明金先生 好热心社会公益 他即时,现在就是说 二百千元认购了这张开心天地送给仁慈堂 送给仁慈堂 我会将那幅开心天地 挂在我们仁慈堂的台所 让小朋友每天都很开心 多谢多谢多谢 给一些洒落仔,可以上三五 多谢多谢 那我们大家请差不多拿,好吧 好 那,还是要后面开始了 好 局长 部长 这一个呢 这一张呢 就是讲的,讲好中国故事 也是我第一趟 第一趟学习写这么大的字了 今年呢,还有几场 我都要把它,都会把它拿出来的 这个 請頭由陳中興教書 這個鐵 後面又寫後面又 不是,這個用膠遮住 你這張的名字寫好 上面那些基本上都是講養生 都是講養生的 有講養生,有講醫療 那裏有張醫療卷 我那裏呢,這張都有朋友認了 這張有朋友認了 這裏呢,有醫療卷 這裏呢,有一張呢 是特區政府的當年 是當年,因為現在是用電子的了 就是醫療卷 那我就拿醫療卷打了個底 打個底作為一個底子 這樣寫出來的 所以今天呢,都很難得我們局長呢 600元 有17年的,有15年的 等等的在這裏 這裏顯示這個醫療卷呢 有內容 和兩級的制度 預防在那裏 好嗎 除了這些用書畫之外呢 這裏也都提到呢 特區政府衛生局 現在是有個控煙法 這裏呢,勸人呢 養生要注意 不要抽煙 腎喝酒 可以減少相關病的發生 是個意識 這裏養生之道呢 早餐就要好 午餐就要飽 晚餐就要少 等等 這裏呢,就講出呢 我在我們醫療界裏面的前人呢 有一個叫董鳳 他怎樣 那個杏林呢 就是當年呢 他為了要救濟這個市民大眾 他呢 就是免費診治之外呢 要市民呢 拿一顆杏仁的種子 給他 然後收了不用診金 只是收杏仁的種子 這樣呢 就放在這裏呢 後期種了整個杏林出來 用杏仁的杏林呢 就用來為老百姓治病 所以這個典故是這樣的出來的 這個內容呢 是有一個 二龍牛絲畫友的漏筆呢 去稱讚這個文的 這裏呢 就是 這個有六種的中藥 有年房啊 有千里啊 有忘憂啊 萬年青啊等等 這張手卷呢 就講出 跟我剛才的講話呢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 就講好中國故事 講過人的壽命 講主席叫我們講中國故事 是這樣 這裏呢 就講這個救死扶傷的機制 公司的體制 這個呢 就是一樣道理 講兩級的就診 這張呢 講 李局長 德政惠文 這張講德政 就是說 不只是兩成的市民 緊不足 不足兩成的市民呢 是需要自己支付你的醫療費的 用呢 每人每年有六百元的醫療罐 讓市民作社會的治療和保健之用的 那就是認同這個是一個德政 這個呢 那個 那個對聯呢 就是任風陳讚文的 那 後面呢 有些皇帝內經 一樣有這些等等 這裏呢 有兩個故事 這個是人生最貴的 就是健康 有一個故事 這裏呢 也都有一個故事 就講司馬爾 就講他身體好 連曹祖雖雖然死了 但是他還沒死 曹祖的兒子死了 他都沒有死 曹祖的孫死了 他都還沒死 他打不過諸葛梁 他打不過諸葛梁 但是他將諸葛梁擊死 所以一個人最重要的就是健康了 大家也有個一口笑 好嗎 這些等等 都大致上都是這樣的意思 老闆 老闆 老闆幫你 講好中國故事 姑娘 就是這樣 大致上都是這樣 這些都是講那個 前人 有個骨井 一樣道理 這些都是 等等 誰 和你在這裡拍一張照 在這裡拍一張照 在這裡拍一張照 八千萬 喂 來八千萬 不好意思 謝謝 我拍一張照 我拍一張照 錢是他講的 是嗎 錢也是他講的 他送給也送給我 是他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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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席 他講的 他是他講的 你出席 他講的 我擔心 他講的 width 他講的 他講的 你出席 他講的 他講的 讓他講的 很多 聽到 沒有 你出席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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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